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呢,是个热闹的回目,是什么呢? 是这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 昨天咱们聊了一下,这噶尔丹呢,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谁?他是怎么做成这个墨西蒙古准噶尔韩国的韩位的? 这噶尔丹呢,对这个墨西蒙古准噶尔韩国统治啊 有个拐点,这拐点在哪儿啊? 就在1688年,那一年呢,是康熙的27年 噶尔丹率领了三万蒙古骑兵,越过杭爱山去攻打了墨北蒙古的卡尔喀布 这卡尔喀布的吐血涂寒呢,没有什么准备,仓皇应战结果,这出兵大败 哎,这个史书上记载啊,那还是非常惨烈的 史书记载蒙古卡尔喀布啊,受到噶尔丹的攻击以后啊,开始举步难逃 那当时的场面啊,可谓是溃足不满山谷,行武昼夜不绝 就这样,这吐血涂寒啊,才决定带领着整部的卡尔喀布投降了大清 这么一来,这大清王朝啊,康熙皇帝就有义务保护他的臣民以及土地 所以啊,在这个康熙三十年的时候,才举行了会盟 这会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付这墨西蒙古的卡尔丹 那这种结果,卡尔丹想到没有啊 实际上,这正是这卡尔丹要的 吐血涂寒的墨北蒙古,根本就没放在这卡尔丹的眼里 他要的是统一整个蒙古,包括这个墨西墨北和墨南 不单如此啊,他心里啊,还深深的埋藏着一颗种子 什么种子啊,他要恢复大元帝国 哎,恢复着大元帝国啊,对中原王朝,对中央地区百姓的控制 那他怎么就起了这么一个天狗时日的心呢 哎呀,这里边是有坏人,这沙皇俄国啊,紧着在后边窜的 卡尔丹呢,这执政墨西蒙古啊,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以前 这会儿的卡尔丹呢,带领着墨西蒙古呢,是反俄向清的 他很希望啊,这个清王朝给他认可以及册封 并且啊,屡派使团到这个清王朝的首都 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啊,来朝贡,来访问 早在这17世纪的70年代早期啊,这俄国人就在这个 俄蒙边界以及是黑龙江以北地区派出了很多的远征军 这些个远征军呢,向当地的牧民、居民以及猎户 收取这高额的食物税,这食物税是什么呀 食物税啊,就是你没钱可以拿东西顶替 这事就怪了,我不说呀,您不明白 那怎么收这食物税,怎么交这食物税呢 我又不是你的臣民,我凭什么给你交税呀 对喽,就是墙,这就是活脱脱眼睁睁的墙略 对这一地区你不建设,反而来抢夺 那不就是活生生的土匪吗 不对,是官匪,他们是沙皇派来的远征军 后来这卡尔丹呢,和这个沙皇俄国交好啊 那完全是七祖,实际上,卡尔丹的父亲和他的哥哥 都抵制抗衡过沙皇俄国远征军的食物税 并且呀,明令禁止着俄国人呢,进入自己的领土之内 哎,说实话呀,这康熙二十七年 以前的卡尔丹呢,他也是这样做的 转折点呢,就发生在1688年 哎,也就是康熙二十七年 就在这一年,这康熙皇帝下了明照 说这墨西蒙古的准感尔部啊 再来这个天朝朝贡 使臣别超过十个 哎,这个朝贡的这个商队啊 骆驼不能超过一百 那有人说这康熙皇帝怎么这么刻薄呢 人家来朝贡 你怎么还给别人限制人数啊 哎,要我说呀 这事儿还真不能怨着大清的朝廷 怨着康熙皇帝 因为这卡尔丹呢 他把这个朝贡啊当买卖干了 说这墨西蒙古啊 他给这个中原王朝都朝贡什么东西啊 哎,无非是牛羊骆驼 连正经的好马呀都不给 还有什么呀 就没有点这个出产吗 有啊 这东西叫窝迁 窝迁是什么呀 小茬新 这明国的时候啊 有人用他做假银元 可是在这个康熙年啊 屁用也没有 这些供奉啊 他值不了俩钱 可是呢 这大清朝廷啊 还得中赏这些共事团 每人呢 五两 这五两银子什么意思啊 哎,我跟你说吧 听着不多 可是一个八旗兵的领催 还得是京旗的领催啊 这领催是什么东西呢 哥现在话说呀 比排长大比连长小 一个月的工资啊 四两 那这共事团来多少人呢 一千四百人 而且是逐年增多 朝廷说你这是打狼来了 你还是共事团呢 并且随着这共事团的到来啊 还要来大批的商队 这些商队啊 不带钱 他们都是以物换物换好了 这货换货两头乐 换不好啊 哎,该闹事就打起来了 这九门堤都啊 像朝廷 像康熙皇帝奏报 说只要这个准改二部一来共事团呢 这京城的治安案件呢 就会大大的提升 您想 这康熙皇帝 这一来二去的 他能不凡吗 所以呀 才对这个准改二的共事和商队 哎,有了限制 这一下子 这双方的关系啊 可就恶化了 其实啊 不只是这墨西蒙古的准改二部 这蒙古人呢 他们强大 需要手工业匠人的时候 他们就来中原啊 抢匠人 他们管这一路下三路的活啊 叫打鼓草 这日子好过了 他们也不学 这明王朝啊 灭了元朝 哎,蒙古人又回到了蒙古高原 他们就发现呢 自己啊 连一口锅 一把铲子都不会做 所以说呢 他们所有的生活用品 都要和中原地区换 您像啊 这准改二的牧民 所需要用的棉絮棉线呢 以及这个台记 宰丧用的绸缎丝绸啊 这准改二部的贵族啊 像这些胎记啊 宰丧啊 对中原的奢侈品呢 还是非常的仰慕 这康熙皇帝一刀圣旨啊 把他们这条道一断了 这帮孙子算烦了 这才有了 这康熙二十七年 这改二丹攻打着墨北蒙古 这就是给你康熙皇帝再上眼药 这康熙三十年以后啊 这康熙皇帝正是与蒙古诸墓会盟了以后 你要是再来动兵 那你可就是惹的大清朝了 实际上呢 这康熙皇帝一打改二丹 根本就没等到三十年 这蒙古诸墓会盟 二十九年的五月就打了 就在这康熙二十九年的五月 嘎尔丹率领三万骑兵 渡过乌渣河 扬言呢 他也要在这康尔喀蒙古会盟了 不过他跟谁会盟啊 他呀 要和俄罗斯的远征军会盟 康熙皇帝呀 正想剿灭嘎尔丹 这一下子理由来了 嘎尔丹呢 想引这个俄国兵入境 真的假的啊 咱们暂且不论 这一下子就让康熙皇帝呀 出师有了名 要说呀 这嘎尔丹的三万骑兵 也不是吃素的 六月七月是连打了两次胜仗 到了这七月二十九日 这嘎尔丹就是率兵啊 已经沉冰于乌兰布桶了 这乌兰布桶在哪啊 克什克腾吉 说实话啊 翻过山来就是围场 再往前走就是成德 再往南咕巴咕巴 那可就是北京城了 打了几场胜仗啊 这嘎尔丹呢 可就找不着北了 犯了兵家大忌 他就在这乌兰布桶山的主峰顶 建了一座驼城 在那儿啊 安营扎了寨 什么叫驼城啊 这驼城啊 就是把资重架在这个 骆驼驼峰峰上 让这些骆驼呀 转着圈都握着 当然这圈大了去了啊 要不然怎么能叫城呢 以骆驼资重为城墙 在这驼城泥里啊 安营扎寨 他就是自己啊 居高临下 上打辣那叫不费辣 有人来供我呀 我就杀下城去 蒙古骑兵顺山而下 一下子就把你的清军冲垮了 他就没想到啊 这康熙皇帝的二哥扶权 亲命宁远 大将军王带来收拾他的兵啊 那简直就是无边无厌 打了一个完美的配合 不但有八旗兵 还有漠南和漠北蒙古 来帮忙的蒙古军 一下子呀 就把这乌兰布铜主峰 围了个水泄布铜 还别说骑兵 别说人了 连个苍蝇也飞不出来 这大战打了三天三夜 那简直可以说是昏天黑地 哎 您就得说呀 这嘎尔丹的这运气没使完 铁桶一般的围城大军呢 竟然让这嘎尔丹带着几个布丛 他跑了 哎 就这一战呢 这嘎尔丹是大败呀 元气大伤 只带走了千余民不众 并且呀 这迎面挨了窝心嘴巴呀 后背还挨了窝心脚 您还记得咱们上文书 说到的那个嘎尔丹 那个好大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 就趁着这会儿功夫啊 端了这嘎尔丹的老仇 把这嘎尔丹的妻妾呀 全部抢走 并且呀 还裸走了不少的牧民和牲畜 这就是1690年 康熙皇帝的一打嘎尔丹 哎 这康熙皇帝因为这事啊 差点没气死 有人说打上了仗 干嘛还生气呀 因为嘎尔丹跑了呀 天朝动用如此之天兵大军 计划如此之周密 竟然跑了求手 所以啊 这康熙皇帝呀 非常的懊恼 咱们书中代言啊 这也是这个 康熙皇帝的二哥 大将军王福全 在余生当中政坛上啊 哎 不受皇帝殆尽 自此再没有过重用 怎么着 您算算点 是不是觉得 今天咱那书该结束了 不 我还跟您说 今儿啊 我就宁可啊 超时 我也把这三打呀 给您说完了 说完了一打嘎尔丹呢 咱们再说说二政嘎尔丹 说来呀 它什么叫做不作不死啊 这一年是哪年啊 1695年 那一年正是康熙34年 八月的时候啊 这嘎尔丹率领着六千骑兵 沿着这克鲁伦河而下 在这个河原处屯基 于这个八岩乌兰 这地儿啊 您听着的耳声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地儿现在呀 在外蒙 不在咱们国内 所以说呀 包括这个说书的我 和听书的您呢 咱们都不怎么熟悉 这地名应该 那这嘎尔丹跑那干嘛去了 因为那块水草肥美呀 于是这嘎尔丹呢 到那去大次掠夺牲畜和牧民 并且扬年 我这六千骑兵算什么呀 这恶国大皇帝 沙皇啊 都徐给我了 说借给我六万的鸟枪兵 等到这六万人来了 我可不是在漠北 强行牲畜 这么简单了 我要大举南下呀 一口气就吃些漠南蒙古 搞不好啊 这北京城啊 也是唾手可得 这康熙皇帝到时候就成了我嘎尔丹的接下球了 您想想这康熙老佛爷的脾气 能瞪眼看着他吹牛 康熙三十五年的二月 这康熙皇帝再次亲征 咱们书中代言啊 第一次也是亲征 为什么这康熙皇帝没参加战役呢 因为中途病了 所以啊 才带着病回到了北京城休养 这回啊 这大将军呢 没用他的二哥福权 用的谁啊 大将军费阳谷 这御驾亲征啊 这将士们心事也高 碰头仗一打呀 这嘎尔丹就大败 据说呀 只带着数十骑就跑了 幸亏中途遇上了自己的一支生力军 这单其拉布啊 还有一千多人 这一千多人商量啊 又截着清军大营的粮草 结果这计策也没成功 被清军识破 中了埋伏 这嘎尔丹呢 只能率部在草原上如丧家之犬四处逃窜 有人说干嘛四处逃窜 不是有家吗 回伊犁河他们根据地呀 哎 没了 伊犁河根据地呀 被人占了 还是他那个好大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就联合了被这嘎尔丹 欺负到福尔加河流域的土耳护特部的阿玉奇寒 这两家啊 就组成了这反嘎尔丹的联盟 于是啊就把嘎尔丹的老巢 天山南北的牧场给抄了后窝 这下啊 这嘎尔丹算成了这草原上的溜达筋 居无定所了 这康熙皇帝不死心呢 他要趁着这股热股劲啊 一下子就剿灭嘎尔丹 除了自己的肘叶之患 就在当年啊 这康熙皇帝又从这北京出发到呼和浩特 然后啊又转瞻 鄂尔多斯为的就是彻底剿灭嘎尔丹 这大京国那会儿啊 搜山捡海抓赵构 这康熙皇帝呢 是跑遍了草原的 逮戈尔丹 这戈尔丹这会儿啊 也不提他那个沙河的援军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戈尔丹的特使 带着礼物啊 跑到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想让这个沙皇啊 拉一把 等到时日不少了 从东宫里就传出两个字 不见 那为什么呀 因为啊 现在你兵威见寡的 杆尔丹已然不是沙鹅的政治棋子了 反而啊 成了他的政治包袱 所以说呀 他才不见你呢 那这特使又提出来了 那你不见归不见 不援助归不援助 那我们能不能率着布众 来你沙鹅的地盘 多两天呢 又过了不少的日子 从这东宫里又传出两个字 不行 我想啊 这杆尔丹呢 听完特使给自己的汇报之后啊 那好似啊 凉水浇头 怀里抱着兵 哎 对喽 这会儿的杆尔丹呢 比杜石娘还凄凉 哎 这两个人的命运都一样 都是让人卖了 杜石娘被人卖了 无非是给李甲呀 做小老婆 这杆尔丹被人卖了呀 那简直就是亡国灭种啊 于是他就向康熙皇帝这边透话 他说他呀 要起降 实际他是真是想降吗 当然不是 有人跟康熙皇帝说 这戈尔丹这会儿啊 手下呀 无非牵绊人 这他起降这个消息啊 康熙皇帝还就真信了 于是他就让人转告戈尔丹 让他呀 七十天以内过来投降 你要是不投降啊 这康熙皇帝的原话说呀 朕聂学王讨是断不终止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你要是不投降来 我呀宁愿是一边啃着雪 嚼着干领 我也跑到这大漠以北呀 来抓你 结果啊 这康熙皇帝是想瞎了心了 他还就真没来投降 但是他具体躲到哪去了 这中央朝廷啊 也对他失去了这控制 不知道啊 他藏哪了 哎 这没过多久啊 你这想瞌睡啊 就有人给你送枕头来了 这个杆尔丹的儿子叫做塞浦腾巴尔猪尔 这名字缺了得了 稍微要是有点大舌头啊 都念不好 在这个新疆的哈密呀 被清军逮着了 这康熙皇帝就在这1697年 也就是康熙36年的上元节的时候 在北京呢 就听到这信了 康熙皇帝琢磨着呀 这儿子既然出来活动了 他这个爹杆尔丹应该就在附近 也在活动 所以这康熙皇帝决定 是第三次清征准嘎尔 于是啊 就亲帅大军抵他的宁夏 这么大动静 这嘎尔丹他能不知道吗 于是就写信呢 向旧部求援 不过你现在的嘎尔丹呢 惶惶如丧家之权 谁还理你 他身边啊 就只剩下了两名亲随 一个人呢 叫做阿拉尔拜 另外一个人呢 叫纳盈格隆 哎 手下还有多少人呢 一共才有百余人 据说这百余人呢 哎 身边啊 有一马一驮的 可能有二三十人 并且有一半多 只有一马 没有骆驼 其中啊 没有马的人呢 还有三十多个 这蒙古人呢 我们都知道 他只吃牛羊啊 哎 身边是无意头牛羊 所有的吃食啊 只能靠打猎 有的时候啊 实在是无猎可打呀 就只能杀骆驼冲击了 康熙皇帝不久啊 也听说了 嘎尔丹现在的境遇 于是啊 就派两个 准嘎尔人呢 去劝降 这嘎尔丹呢 还确实是 草原上有骨头的汉子 把这来史啊 遗尊臭骂 是轰出了迎战 可是啊 就在那一年的三月三十 有的史书上也记载啊 是润三月三十 这一带草原 枭雄 嘎尔丹 就在这沿途河边上的 阿查阿木塔台 病死了 也有人说啊 是畏惧天朝大军 自杀了 可是啊 我不信 如此草原之枭雄啊 那必定是长生天啊 让其降星雨落 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 我看这嘎尔丹 他干不出来 这嘎尔丹死后啊 他的步众 把他的尸体火化 他的女儿啊 叫钟察海 帅步 带着他的骨灰 可就详清了 据说呀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 正率领着大军在宁下 听闻这嘎尔丹的死讯呢 这康熙皇帝 跪在黄河滩上 是痛哭不起 至于为什么 我可不知道 说书的我呀 也不敢给您瞎说 那是不是除了这个 肘叶大患之后 这康熙皇帝 他喜极而泣呢 也许呀 是兴兴兴兴兴 这康熙皇帝呀 有感于这 嘎尔丹的病亡 才落得累 不管怎么说吧 这康熙皇帝的 一块心病啊 算是去了 要之后事如何呀 咱们明天 接着聊 咱们打开 这康熙皇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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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